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知名晶片大厂联发科和高通日前分别举行了法说会 公布了其各自最新一季的财报数据 揭示了消费性电子大厂的最新动态 根据财报显示,联发科本季营售为新台币1503亿元 较前一季减少1.9% 但较去年同期增加18.1% 相比之下,高通单季营售为103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3000亿元 规模是联发科的两倍大 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约10% 其中,设计晶片的QCT部门营收成长11% 尽管高通营收规模更大 但联发科的营收成长比例更高 在营业利益率方面 联发科本季营业利益为新台币280亿元 营业利益率为19.5% 较前一季减少2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增加17个百分点 高通本季营业利益为27.6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810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24% 但较上一季减少8% 营业利益率也较上一季下滑4个百分点 显然,联发科在维持获利能力上的表现更为稳健 值得注意的是 联发科这一季成长表现最好的并非手机晶片 而是智慧边缘平台,包括平板电脑用晶片 今年,联发科成功打入包括三星在内的各主流平板电脑供应链 智慧边缘平台营收年增26% 即增7%,占联发科总营收的43% 相比之下,联发科的手机晶片事业营收年增19% 即减3%,成长力道有所放缓 展望未来,联发科将持续发展高阶旗舰手机晶片 同时大力发展资料中心ASIC晶片和车用座舱晶片 预计明年将开始贡献获利 联发科的扩张策略已见成效 营收成长和获利能力均表现出色 高通则正处于从手机市场向多元化转型的关键期 尽管手机晶片部门营收高达69亿美元 超过联发科全公司营收 但成长速度放缓 仅较去年同期成长11% 高通正大力发展车用晶片和物联网晶片 这两块业务表现亮眼 高通车用晶片本季营收为9.5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59% 物联网部门营收也达到16.8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24% 高通执行长阿蒙透露 公司正在积极布局云端市场和穿戴式装置领域 从两家公司的财报可以看出 IC设计公司正积极布局后 手机时代的新兴市场 车用晶片平板和PC用处理器 投载式显示装置云端等领域机会众多 如何抓住这些新事业的契机 将成为观察联发科和高通未来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 环球经Global Wafers在今年6月 从美国晶片法案中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拨款 约占该公司去年获得拨款的一半 这笔资金是去年12月 拜登政府宣布的4.06亿美元奖励的一部分 旨在支持Global Wafers在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专案 以大幅提升美国锡芯片的产量 此前美国川普政府曾对这些拨款的持续性表示怀疑 并称正在重新谈判部分芯片和讯息处理系统法案 CHIPS Act的拨款 然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今年6月表示 部分拨款可能会被取消 Global Wafers曾在5月份透露 这笔拨款将在达到特定里程碑后分阶段发放 值得一提的是 Global Wafers在5月份于德克萨斯州谢尔曼 开始了一家耗资35亿美元的新京原厂 该专案于2022年启动 作为苹果供应链的一部分 Global Wafers月前宣布将在美国额外投资1000亿美元 并与iPhone制造商合作 从其德克萨斯州工厂供应300毫米锡晶圆 环球晶圆董事长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此次合作将有助于公司为满足美国国内市场需求做好准备 他指出 如果美国需求继续增长 他们不会排除加速下一阶段的扩张 此外 环球晶圆在德克萨斯州谢尔曼的新晶圆厂已于5月份投产 该专案不仅标志着公司在全球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也为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持续增长 环球晶圆的这一系列动作 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 三星电子近日也宣布 将时隔近十年再次向苹果公司供应下一代先进半导体晶片 标志着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全面反弹 此次合作涉及智慧型手机影像感测器的供应 该领域此前由索尼独家供应 8月初 苹果公司公布了其在美国的投资计划 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新合作 苹果在新闻稿中表示 双方将合作开发创新的新型晶片制造技术 该技术将在三星位于奥斯汀的半导体工厂首次全球应用 尽管苹果尚未透露具体开发细节 但据报道称 三星电子将生产的影像感测器将用于iPhone18 该款手机预计最早于明年发表 此次合作是继2015年 三星为iPhone供应A9应用处理器后 时隔十年的重要回归 三星电子与苹果的合作重点 在于推进用于下一代晶片开发的三层晶圆直接堆叠技术 只在缩小影像感测器的画素尺寸并减少干扰现象 这一技术突破有望撼动索尼在全球影像感测器市场的主导地位 目前索尼占据该市场45%的份额 而三星电子为19% 半导体工程协会前会长李规复表示 苹果此次选择三星电子表明其技术进步显著 一旦合作取得突破 三星电机相机模块等其他产品 与苹果的一篮子交易可能性将大增 此前三星晶圆代工业务部门因缺乏大客户而陷入亏损 然而凭借此次苹果订单 即7月获得的特斯拉2奈米工艺晶片生产合同 价值约23兆韩元 期限至2033年 三星电子有望实现显著增长 特斯拉委托生产的AI6晶片 将用于下一代自动驾驶和机器人 获得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的订单 对三星电子至关重要 这不仅有助于吸引其他大客户 还能推动其晶圆代工业务的整体发展 业内人士分析 三星电子通过提供低利润率订单和客制化资源 正逐步赢得大型科技公司的青睐 据报道 三星电子目前正与高通 辉达等公司就代工采购合同进行初步测试 特别是与高通合作开发下一代 先进行动应用处理器 高通曾是三星电子的主要客户 后转向台积电 总体而言 此次三星电子与苹果的合作 不仅是对其技术实力的认可 也为其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进一步扩张 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更多大型科技客户的加入 三星电子有望在晶圆代工领域 迎来新的增长高峰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